宜蘭水燈節在普渡結束後 將祭拜的8800斤白米 分裝給宜蘭市轄內404戶的低收入戶 而且日前也在城隍廟前發放 另外還有許多祭品 由施工所發動志工幫忙分裝 給弱勢家庭加菜 一整桌的祭品有罐頭 麵食 要分裝給低收戶 這次普渡的數量非常多 志工們大家輪流分裝成袋 裡面有什麼 裡面就是麵啊 水燈節將普渡的8800斤白米 連同祭品發放給俠內地收入戶 並發出通知統一到宜蘭市城皇廟領取 與其未領取的 則會另外再捐贈給弱勢團體 也發揮愛心的情勢 感謝我們國界提及物資 這些物資差不多美女八千斤 看望的低收入戶 五四八共四的 兩大袋的食品重量不輕 阿公騎著腳踏車 媽媽騎著電動車 挪來挪去要把祭品塞好 一次再回家 而志工們也幫忙搬 幫忙提 讓部師活動順利結束 水燈節不只求平安 也分享愛心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 漢怎麼到 好 謝謝